欢迎让漳州 活力龙文 2018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载 今天在漳州开幕 比赛共设短距离 中距离 长距离 积分 百米定向 短距离混合接力和团队 7个三赛项目 11个组别 历时8天 比赛线路主要设置在 漳州市龙文区两个典型的传统村落 和荔枝海公园均为户外 参赛者需要穿越这些地方 到达指定地点 并根据提示线索完成相关挑战 把我们龙文区的这种 闽南特色的文化 很真实地展现给 全国各地的大众学生 据了解 定向赛是一项借助地图和支北针 按规定方向行进的新兴体育项目 可以融入城市风景 历史文化 人文风俗等多种元素 以低碳环保的参赛方式去体现 定向运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亲近大自然 享受大自然的运动 让运动员在运动的游戏的过程当中 学会随便方向 认识的使用地图这项技能 同时它又是非常好的游玩运动 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